我们再讲主要就是讲解一下关于MySocket的一个权限的一个管理 首先我们了解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个MySocket的一个权限管理 MySocket的一个权限管理主要就是针对我们连接到数据库的一个用户进行的一个权限验证 如果说我们这一个用户它是一个合法的用户 那我们就可以赋予相应的一个数据库权限 比如我们现在我们进入到我们的MySocket当中 那么我想在我这个DOS环境下面我们想连接我的一个MySocket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采用我们MySocket的一个连接 这里面-u就表示我们的一个用户 那这里面MySocket它有一个默认用户 这个默认用户就是一个root 然后我们就访问的就是我们本机host host的话就是一个当然你可以写127.0.0.1就表示是本机 然后我们干p 这样的话我们就会输入一个密码 那我们输入这个密码之后 我们现在就有权利进入到我们的一个MySocket的一个当中去 那么进入这个MySocket是因为我们这里面有这个root账号 但这个root账号它是一个最高权限的一个账号 那有的时候我们在开发的时候呢想付给我们的开发人员一期保留了一期对于MySocket操作的一些权限的一些账号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对它进行一些操作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MySocket的这些账号它到底保存在哪一个数据库当中的 也就是我们要看我们的MySocket当中我们当今这个数据库它有哪些账号 那这里面呢我们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一个MySocket这个数据库当中来 就是MySocket 那么我们这里面就要搜索一下host host就表示是主机 那么这里面由于我们这个账号它是针对我们访问哪一个主机上面的 比如说我们是这台主机或者是另外一台主机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host host就表示这个主机 然后我们一个user还有我们一个password 这些都是存在我们这个user这张表当中我们运行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那么当前我们这里面有三个账号 但这个password它是一个加密之后的一个密码 但我们在实际上我们在我们这个user这张表当中 它的一个字段实际上是很多的 我们可以了解一下 这里面它有42个字段 那我们其实主要的就是这个字段 就是我们的一个host user和password这三个字段 这三个字段主要就是用来描述我们的一个关于我们这些账号 它的一些相应的访问的一些地址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比如我们的一个root这个账号 它访问的这个主机是loghost 我们这里面我们还创建了一个test账号 这个test账号 访问的这个主机同样也是loghost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下我们对这个账号 我们怎么来做这个账号 我们这个账号 就是我们的一个myser的一个权限的应用 那么我们先要来附一个账号 比如说我现在我要创建一个t的一个账号 那么创建这个t账号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 我们给它加一个 就是我们添加一个账号 添加账号 添加账号 那么这个添加账号 我们首先会添加一个账号 那么这个账号 它的一个添加的话 它的一个语义法 这个账号 它一般来讲 它是这样的一个命名规则 账号的一个命名 账号的名称 然后加上一个at at之后 那么这后面就是我们的一个主机名 主机名 那如果这个主机 如果是我们的一个 ip地址 那如果是一个ip地址的话 那这个主机名可以是我们的id 主机名可以是ip地址 ip地址 也可以是 localhost localhost的话 它就表示是本机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创建一个账号 创建一个zy的账号 那么这个zy的账号 我们可以给这个账号负一个权限 这个权限的话 基本上 比如我们现在给这个账号 赋予一个 一个select的一个权限 我们现在给这个账号负一个select的权限 那么它的一个语法 我们来操作一下 这里面我们要给它负权限的话 也就是说我们要创建这样的一个用户 那首先我们有一个brant brant就是一个账号的一个负语 那么这个负语的是什么账号的一个权限呢 它这个select的一个权限 select 然后 这 on on后面就是你要操作的哪一个数据库 如果说我这里面 针对所有的数据库的话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采用的是一个心 心就表示所有的数据库 然后后面打造一个点 心点 那么后面跟上的就是这个表 那如果我这里面反而是所有的表的话 那这个时候我们也会加这个心套 然后我们就是tue tue后面的就是我们这里面这个账号 那么这个账号呢就是zy 就是我这个账号名 然后跟上我的一个主机名 这个主机名我们就采用的是logohost 这里面的话我们重新给它标记一下 重新给 围载一下 我们把这一个 给它放在这里面呢 我们给它复制一下 然后重新开一个连接客户端 那么这里面我们还没有 给它复密码 那这个密码的话 我们就加上一个identify 这里面就是identify 把这里面就是identify的 就是我们的一个密码 这里面我们给加上一个密码 比如说密码就是123456 好 然后我们再加上一个 withgrunt option 这里面我们给它加上之后 因为我们这里面加上之后 它除了要我们这个账号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密码 这里面有一个withgrunt option 就是说这个账号呢 它可以对另外的一些账号 进一个权限的一个复制 所以我们会把最后的这句话 withgrunt option给加上 然后加上之后 我们再来查询一下 我们刚才的一个账号 那么这个账号就是一个 就是zy zy在这个账号 那么这个zy这个账号 现在我们已经创建好 创建好之后 我们可以重新开一个 我们的一个 管理的身份 进行 那么这里面的话 我们就登录 就按照我们刚才创建这个zy 这样的一个账号 我们去登录我们的一个mysocker 数据库 那么就是一个mysocker -u 然后我们是zy 然后-h 然后是localhost 然后-pin 密码 然后输入123456 我刚才复制的 然后进来之后 接着比如说现在 我想用的是company这个出去库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 比如说我们使用的是个sheltyples 然后我们来 比如说我们先把这个数据 先给它查询一下 查询 select 新 from titles 我们查询 它是可以查询的 但是我们现在如果说删除 delete from titles 这里面 当我们采用这个delete的时候 这个时候它就会告诉你 这个delete command的这个命令 它实际上是 没有这样的一个权限的 就是我们这个zy 这个账号 它是不具备delete 这样的一个权限的 而这里面我们就是 针对我们刚才 创建的这个zy 它所赋予的这个权限 那除此之外 如果我们现在想把这一个表的这个权限给它修改了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我们 对于这个zy的这样的一个权限 那我们现在把 这个权限 我们给它 变成我们这个delete的一个权限 那要给它变成一个delete的权限 首先我们需要 重新给它 重新给它一个负权限 那么重新负权限的话 就是在这里面我们就是需要rework一下 rework 然后我们就是select 然后我们是on 然后我们是新 del 新 from zy 然后localhost 这里面我们重新给它负权限 那重新负一个什么权限呢 那这里面我们就是prolent 然后我们除了就是一个 把我们之前这种代码给它copy下 然后给它修改一下 我们除了select之外 我们还可以给它做一个delete的一个权限 然后再执行一下 然后我们这个权限 我们再给它删除一下 这里面我们重新 对我们这个zy这样的一个账号 我们重新给它赋予了一个delete的一个权限 那么这个delete的权限 我们复制之后 我们重新删除一下delete 我们的一个title 好 这里面我们需要 我们需要重新登录进来 我们重新改登录进来 重新改进 登录进来 mysocker 然后是-u 我们是zy这样的账号 然后我们 再给加上一个-h 是localhost -p 然后输入一个密码 然后这里面我们同样的是user 我们的一个compromise这个数据库 然后使用这个数据库之后 我们就改删掉 delete from 我们title 现在这里面我们就具备这样的一个删除权限了 好 这是我们对这个权限 那有的时候我们想 我们想做一个账号只针对某一个数据库的一个账号 那这一个我们该如何操作 这里面我们同样的 那么这里面我们要考虑的是这个on 心点心 on 心点心 心就表示所有的数据库 这个心呢就表示是 所有的数据库当中的所有表 那么都可以 那如果我们想针对的是 比如我们这里面 我们可以看一下下这个tables 比如我们想对这一个 nplus这张表做一个操作 那么我们只对这张表 我们给它复养一个权限 那么对这张表 我们给它复养所有的权限 就是说所有的权限就是 对这张表 它可以增三改叉 所有的这个操作都可以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面重新给它复养一下 那么就是一个grant 然后这个wall wall就表示所有的权限 那么这个所有权限private private就是private就是 然后on 然后这里面我们由于我们是对 这个nplus这张表 或者说我们针对这个company这张表 我们都可以 对company这个数据库 我们给它复养一个权限 比如说我们 干脆对这个数据库吧 nplus 然后点心 那么这个账号我们赋予的就是 对于我们nplus的一个数据库 所有的表的一个操作权限 那么这个操作权限就是一个all 然后点心 然后tue 然后这个tue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做一个 做一个ty 我们做一个ty的一个账号 那么这个ty 我们同样的也给加上我们的一个主机的一个名字 localhost 然后我们再加上它的一个账号密码 就是identify by 然后这里面我们就给账号123456 然后withgrunt option 好这样操作之后我们再查询一下 我们查一下我们刚才的select 现在这里面我们就加了另外一个账号 就是一个ty这个账号 而这个ty这个账号呢 它只能针对我们这个nplus这个数据库 那如果访问的是complus这个数据库 那么是访问不到的 我们可以来测试一下 我们重新看一个账号 这里面这个账号的话我们就是ty -u ty 然后我们这个-h localhost 主机地址 然后-p 然后书密码 然后书之后 然后这里面比如说我想使用的是user 因为之前我们赋予的一个数据库 我们是针对ampli这张数据库 那如果我们想着想操作的是complus这个数据库 这里面我们想操作这个complus这个数据库的时候 它这里面就会报一个错 就是说你现在这个ty这个账号 它是没有权限去操作这个complus这个数据库的 那如果说我换一个数据库操作 我换成一个ampli这张数据库操作 那么现在我们是有权限操作的 比如说我可以去select 或者说我们先看一下 就是我们的一个这个数据库里面有哪些表 比如说我们select select select sync from user u4 这里面我们就能查新出来 因为我先这个账号 它只是针对我们操作ampli这个数据库 有的这样的一个权限 如果我们操作是complus这个数据库 它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权限的 这里面就是我们对于我们的一些账号 赋予一些相应的一些权限 它的一个操作 总结一下我们这点小节 我们这讲的话实际上主要就是讲解了 关于我们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账号 赋予的一个权限 那么这样的账予的一个权限的话 我们的账号的一个权限 它的一个赋予语法 首先是grunt grunt后面 如果说是我们有select的一个权限 或者delete的权限 或者说所有的权限 那么所有的权限就是一个all private类集式 然后on on就表示的是我们要针对哪一个数据库 或者说哪一张数据库表 进了一个权限的一个负语 比如我们针对的是所有的数据库的话 那么就是新点新 就表示所有的数据库当中所有的表 那如果针对我们某一个数据库 那么就是on 数据库的那个名字 然后我们这个表新就表示这一个数据库下面所有的表 那如果说是一张表的话 那么你这新就改成你的一个表名就可以 然后to 就是它的一个固定语法 然后这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账号名字 账号名字后面跟上的是一个it符号 it符号的话 如果是表示是本机的话 那么就直接是log号手 如果是表示是一个ip地址的话 那么你在这里面就写上一个ip地址就可以 然后identify的by identify的by的话 那么就是你的一个密码 那这里面我们可以把它设置一下 然后后面加上一个with grant option with grant option就表示你对你的这个账号 可以对其他账号付一定的一个权限 如果我们修改我们的一个账号的话 那么首先应该是revoke 把这个账号重新revoke一下 然后revoke之后我们再来current一下 这就是我们这讲所讲的主要内容